离开温宿大峡谷,前面就是阿克苏,为了吃饭,又往城市里跑了一会儿,它这是生的,我老板给我一个吃,我尝一尝,我要了十个串,要了根,要点心,两个,有什么玩意儿,烤肠子,这是阿克苏的郊区,我一看这个周围没那儿有那个什么,然后运用我多年的驾车经验和智慧, 对,迅速寻找了一番,找到这么一个烤肠串儿了,城市周边它便宜了,而且是真羊肉,六块钱一块儿,其他的什么羊肠子什么的,这三块,因为它这个都是本地人来吃,所以说它不敢用牛肉来糊涂,喝点大乌酥。 好冰啊,这是羊肠子,不过它都烤糊了,快,快,快,这糊都不能吃,没吃过,尝一尝。 味道挺怪,不是羊肠吃好了,要不然三块钱一串呢,它裹了面糊上面是,今天早上继续看路,牛奶六块钱一公斤,这个还正常,然后四块钱一个,小喇叭。 矿泉水,七块钱一提,这还可以。哎呀,这么大个市场啊,比较冷清啊。 走吧,去县城看看。 我以前吃抓饭吃多了,但是我第一次见那个锅里边,这样子,连肉带上的。 这块肉行不行?哎,可以,都可以。 我差点吃那个口口,它的口口是三块钱一个。 好,谢谢。 好,谢谢。 每个炸饭配个小菜。 这样,有点炸药。 嗯,好,好吃。 哦,你不要再裹着。 啊, 嗯。 老心讲,一定要吃着抓饭。 抓饭太小了。 你要不喜欢吃肉团还有素的。 然后,给了茶,喝好喝。 还没喝,再有点香味 就这样茶,黄黄的,不知道里边烫什么东西 整个餐厅就我一个是汉族,其他的都是少数民族 现在咱也是少数民族 这个地方好像是克尔克兹组,多一些 他这个县城很小,就这一片有吃的,其实喝个香嫩差不多 阿和药里大囊一店,跟那个烤包子吃 他这个烤包子三块钱一个,尝尝他这三块的和两块的有什么区别 馅染比较多,不过现成啊,可能要比那个山村的要贵点,贵一块钱可以接受 哎,这新疆烤包子,味道没得熟啊,到哪儿吃都一样,都好吃 买点口套,他这是6块钱一公斤,另外一个是,给我说的就是10块钱一公斤 我没理他,最后啊,6块钱一公斤我算了 看看,这么多,7块钱 有一家卖12,我没买 这个地方叫阿和齐,阿和齐县城吧 保持直行,走左侧车道 善成人也不多,哈哈哈,好安静 关系 分别 分别 没 分别